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可仅限于微信上只字片语的陪伴 实际上脆弱的不堪一击 如果有个人每天都愿意陪你聊天 他也许很在乎你 但如果一个人只愿意每天陪你聊天 那他一定不够在乎你 俗话说 无视线引擎 非金几道 天天找你聊天的人 要么是爱上了你 要么是另有所图 并不是你单纯陪他聊几句 如果你尚未成年 遇到了天天找你聊天的人 需要尽快和家长沟通 并且尽快联系 对方多半是骗子 空里没商量 如果你已经成年 不要过分伤心别人 特别是和你微信聊天的人 大家素未谋面 不要讨心讨飞 聊天看人品 遇到人品好的人 多聊几句 遇到人品不好的人 马上断交 很多人都以为 找一个可以好好聊天的人很难 遇到了要珍惜 现实生活却不是这样的 真正愿意陪你天天聊天的人 多半是异性朋友 或者假扮成异性的朋友 骗局无处不在 让人防不胜防 小心那个天天陪你聊天的人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 爱上你的人 天天陪你聊天 牵挂着你 有人说 天天和同一个异性朋友聊天 你多半会爱上他 人都是有感情的 哪怕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也有柔情的一面 感情 又是最说不清楚的事情 一旦爱上了谁 就会忍不住要联系他 和他聊一聊每天的工作 说一说过去的事情 很多人通过微信聊天 找到了另一半 成就了一段美好的音乐 通过微信 远在天边的人都联系上了 并且两个人聊得来 能够坦诚丧带 从陌生人变成熟人 从线上的人变成线下的人 一切都妙不可言 我的表妹阿花 通过微信 认识了广西的阿里 两个人天天都要发早安晚安 否则就会觉得 一整天都很难过 有一次 阿花去乡下谈亲 因为网络信号不好 一整天都联系不上 第二天中午 阿花回到城里 打开手机 连续收到五十多条微信信息 原来 阿里担心阿花出了什么事情 一直都放心不下 就在那一天 阿花把手机号码告诉了阿里 以后遇到没有及时回复微信的情况 就可以电话联系 从此 两个人再也没有断过线 再也没有分开过 缘分总是莫名其妙 就像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缘分来了 就有聊不完的话题 说不完的心里话 就是说一堆废话 也是幸福的 如果不是因为爱上了你 为什么要天天找你聊天 如果不是牵挂你 为什么要天天找你 但是你遇到的人 是爱你的人 使勤挂你的人 当然 你不要得意忘心 你必须防备那些 借着爱情名义来伤害你的人 二 网络里的知己 天天陪你聊天 心有灵犀 也有副作用 好想有个知己 可以心有灵犀 可以无话不说 可以坦诚相待 想一想 在网络的另一段 要一个人 时时刻刻关注你 却不会打扰你的生活 是不是很美好 如果你和他在现实中 也是朋友 那么在你幸福的时候 他就会不远不近看着你 在你落魄的时候 就会来帮助你 成为你的生命中最贴心的人 天天想着一个人 对方会有心灵感应的 是不是你也希望遇到这样的人 当你拿起手机 准备发消息的时候 就收到了对方的消息 我在想念你 这一刻 你也许被感动得流泪了 其实 彼此有心灵感应的人 不是因为真的心灵相通 而是因为两个人总是聊天 把所有的秘密都合盘拖出 把所有的烦恼都告诉对方 彼此成为了心灵的依靠 其实 真正陪你天天聊天的之际 多半是异性之际 如果不是这样 两个人聊了很久之后 就无话可说了 也不会有淡淡的思念 淡淡的共鸣 俗话说 凡事有度 过度为害 异性之际之间 总是存在着爱情的成分 有的人 因此毁掉了自己的婚姻 小心那个天天陪你聊天的人 也许他正在毁掉你的爱情 楼椅之血 亏千里之地 你得小心防备了 把握一个合适的尺度 三 欺骗你的人 天天陪你聊天 然后四肌二动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主动联系你的人 也许不是因为爱上了你 而是想要欺骗你 上个月 一个年轻的姑娘找我聊天 她说 最近很烦 一个人在外面闯 不知道和谁说话 过了几天 她再次找我聊天 她说 我决定去外公家里 和外公聊聊天 希望她能够理解我 又过了几天 她说 外公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可是她今年的笋干还没有卖掉 我真的很着急 哦 我终于明白了 她就是一个卖笋干的小贩 绕了一大圈 就是想要欺骗我 你有没有遇到骗子呢 骗子多半是能说会道的人 并且很多话 都可以说中你的心思 让你觉得她是一个靠谱的人 注意了 你觉得她很靠谱 其实是一种错觉 生活中真正关心你的人 也许不会天天找你聊天 更不会天天找你聊微信 比方说 你的父母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他们年纪大了 都不怎么喜欢手机 甚至都在用老年纪 不要天天和同一个异性朋友聊天 尤其是有家室的人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 大家聊几句就算了 你的心情 没有人懂 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能和你感同身受 你身边的人都不懂你 又何必依靠网络另一端的人 想要爱一个人好难 如果爱上了一个人 想要分开 也很难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如果爱 请真爱 不如不爱 请离开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